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雄观影,我是阿祥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法医学高分剧《神的测验》第四集、第七集的案件 X 上集说到,神秘男子一对清晰下手,却被裁军打电话制止 因此他被幕后的大人物会长训斥 会长威胁裁军,他和清晰只能有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之后神秘男又跟踪清晰来到医院 清晰到这里探问多美,他之前患有一种叫潜艇神经炎的脑病 在上级末尾突然昏倒 多美的父亲远在美国,昏迷后一直是护工和郑宇来照顾 郑宇目送清晰进了电梯 猛然认出他身后的男人就是那晚他们约会时见过的 他意识到这个男人很可能在跟踪清晰 清晰出电梯后就被男人袭击 因为体格和力量不及对方,清晰被他打伤 就在对方要下杀手时,郑宇及时赶刀,徒手挡住了对方的刀 再次施展了小端腿无音角,成功吸引了保安的注意 男人看到保安赶来趁机逃跑 事后,清晰猜到自己似乎被卷入了什么事件 但他还毫无头绪,于是拜托郑宇先不要公开此事 他会想办法调查清楚 紧接着他们又开始处理新的案件 18岁高二男生钟赫四天前失踪 昨晚学校保安发现了他的尸体 尸体被藏在学校走廊的一个石膏巷内 死亡时间推定为四天前的晚上六点到十二点间 死因是警动脉被刺 钟赫的眼睛患有一种叫红膜异色症的疾病 眼睛呈现蓝色 这种病毒发于猫狗等动物 人类终于白种人为主 钟赫的生父是诸汉美军 因为犯罪而逃亡回国 母亲病故 现在钟赫又姨妈抚养 一个诡异的地方是 据发现尸体的保安说 当时石膏巷的眼睛位置流出血泪 但李钟赫的眼睛并没有受伤 钟赫的颈部被一种短小但并不锋利的凶器刺穿 身上有很多旧的瘀伤 伤口处似乎还占有某种威力 发现尸体的美术走廊晚上是没有监控的 案发时间也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学校 凶手很可能是内部作案 管理美术作品的江老师说 美术部的成员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那个石膏作品一看就是外行做的 然后混在了其他美术作品中间 但这语提出 就算是专业的人也会因为慌乱而把石膏巷弄糟 况且学校不是只有学生的 果不其然 警方很快在画室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学籍反应 那里很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得知此事江老师显得十分惊慌 钟赫的班主任反映说 他是个老实安静的学生从来不曾惹事 江美术的江老师认为 他的美术天赋很高 总能看到与常人不一样的视角 但由于眼睛颜色的原因 他总显得很自卑 关于钟赫身上的余伤 班主任的解释是一定与学校无关 他们对于校园暴力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女班长随身附和着 但很明显口不对心 放学后 郑宇和庆熙私下找了女班长 鼓励他将事实说出来 原来钟赫因为眼睛的原因 在学校总是被人找麻烦 每次被人挑衅 总是他的发小冬菌味的出头 两人从幼儿园就一直是同学 直到前段时间关系都很好 但最近却不知为何闹翻了 男警官将没有不在场证明的 江老师带回警局 他自从调查开始就一直很紧张 不过他坚持说 自己案发时是在公园独自喝酒 跟案子没关系 江老师在师生中的评价很高 但除了以外 美术班的八个人 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 钟赫的姨妈说 为了准备考美大 钟赫每周三都会晚归一些 独自在画室练习 他的手机自从上机停机后 就不再实用了 但他总感觉钟赫最近谈了恋爱 这个年纪的孩子 只要春心懵懂 就会像他那样意不能寐 还会莫名其妙地傻笑 并且开始梳妆打扮 不过对方是谁 姨妈并不知道 画室的血迹证实是钟赫的 看来那里就是案发现场 而在伤口处的威力 证实是来自美术用的雕刻刀 但在仓库里 并没有发现这把作为凶器的雕刻刀 晚上清晰去找了财俊 他感觉到自己遭遇危险 似乎与财俊所提过的那种案件有关 听说清晰曾经去过案发地 财俊彻底慌了 他告诉清晰不要再试图调查 然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走之前他向清晰道歉 表情显得很悲伤 但他们都没发现 神秘男子一直站在不远的案处监视 钟赫的眼泪分析结果是 其中还有一种叫粘质沙粒菌的物质 它可以产生生红色素 所以也叫做血色细菌 一般存在于动植物食品中 虽然引起了眼病 但也幸亏这种细菌 才让钟赫的尸体被发现 另外在包裹尸体的石膏碎片中 还发现了少量属于女性的指甲 看来凶手是女性的可能性很大 这不得不联想到 钟赫姨妈提到的那个恋爱对象 清晰首先约谈了钟赫的好友东俊 则从钟赫死后 东俊经常做一些恐怖的噩梦 他看起来也很伤心 但谈及两人的矛盾 东俊却说他们并没有吵架 只是钟赫突然间不再理他了 郑宇在走廊上看到钟赫美术班的同学恩时 他将一束花放到钟赫的桌子上 哭得很伤心 恩时说他就是钟赫那个神秘的女友 于是郑宇趁其不备 偷偷拿了他一根头发 但是检验结果与石膏中的指甲 并不是同一个人 警察抓了学校的校巴二人组 据说他们在钟赫生前曾经打过他 二人组说打钟赫的原因 只是觉得他的眼睛很晦气 清晰故意说 钟赫是因为遭受暴力才死的 二人组立刻被吓蒙了 马上交代说 他们其实是收了东俊的钱才去打钟赫的 东俊向警方坦白 他是因为暗量恩时的原因才会嫉妒钟赫 但他从没想过杀死他 案发当时他在图书馆看书 有监控可以证明 郑宇和信息研究完案情天已经黑了 郑宇不放心他独自自己回家 于是两人就突然进入了狂撒狗粮的模式 由于江老师的不在场证据没有被证实 男警官让手下继续查了他的底 这才发现 他之前是被强行调到现在的学校的 原因是在之前的学校涉嫌对男同学进行性骚扰 为此家长闹得很凶 学校虽没有证据处分江老师 但还是将他调离了 男警官猜测 说不定他对钟赫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对方不从 结果一时失手杀了人 但是恩时随即就向警方证实 江老师案发时确实在公园喝酒 而且他当时就和老师待在一起 因为考试的事有些担心 他向老师请教了不少问题 两人一直聊到深夜 江老师告诉这与他们 毕竟是男老师和女学生一起喝酒 说出去怕会让人产生误会 所以第一次他并没有交代细节 正在这时 男警官派手下前来搜查 在江老师的画室中 竟然搜出不少钟赫的画像 其中一些还是裸体画 加上他在上一所学校的传言 男警官认定 江老师对钟赫进行了性骚扰 江老师拼命地解释 说钟赫是自愿当模特的 说到激动时 突然开始剧烈咳嗽 郑宇趁机拿他用过的手帕去化验 结果发现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 江老师的身体虽然是男性 但他的第23对染色体是XX型 也就是说他的基因是名女性 跟其他变性人不同的是 他是天生携带有两种性别特征的人 医学上叫双性人 一般在双性人出生时 医生都会建议父母选择一种性别 然后通过手术保留另一种 江老师就是如此 他在出生时已经通过手术 去掉了女性特征 并且石膏里发现的指甲 证实就是江老师的 他之所以会可血 还有关键不是的问题 都是刻意摄取男性荷尔蒙的副作用 他不耐长期服用荷尔蒙药物 还经常吃些促进荷尔蒙分泌的食物 但他的基因毕竟是女性 XX必将被XY吸引 对男性产生好感也是在所难免的 因此他可能是为情杀人 而恩石为他提供的不在场证据 就有可能是假的 江老师一开始解释说 折甲可能是在搬运石膏的过程中 偶然弄断的 但警方通过恢复手机资料 发现在当晚10点时 钟赫曾约他在美术室见面 在问到恩石为什么做假证时 江老师却突然改口 说是他威胁恩石的 还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钟赫是因为要和他分手 自己一时情急才下了杀手 虽然他这么说听起来很合理 但振宇却觉得漏洞百出 首先根据钟赫姨妈所说 他的手机在上周就停机了 约江老师的人不可能是钟赫 很可能是其他人冒名顶替的 其次警方搜出来的那些话 颜料竟然都没干 看起来就像是刚刚才画的 于是振宇再次传召了江老师 恩石和东俊三人 东俊的手机是很早前的老师型号 有一种可以更改发现人的功能 他知道每周三晚 钟赫都会留在画室练习 于是先假接钟赫的名义 引江老师过去 然后再发信息给恩石 短信内容是 去画室看看 钟赫和老师会干些奇怪的事 说到这里 振宇突然问恩石 是不是他失手打死了钟赫 原来振宇从上次审讯时就发现 恩石经常下意识揉眼镜 这次甚至戴上了眼罩 原因是他也被黏制杀雷菌感染了 这种细菌可以通过体液传染 恩石就是接触了钟赫的血液 才导致了感染 而血液能够飞浸到眼里 前提是两人离得足够近 尽到可以杀死对方 而江老师手上 只有拇指断了一些指甲 而且从切口看 是被力气切断的 所以他应该是故意将自己的指甲 混进石膏 隐藏尸体的 为的就是万一事情败露 帮恩石顶其杀人罪 包括钟赫的那些画作 都是为了给自己 制造表面的杀人动机 事实上 钟赫曾经不止一次 给江老师发消息 让他替自己做裸体化 但江老师每一次都拒绝了 在证据面前 恩石决定不再隐瞒了 因为他不想再欠老师的人情 那晚他去画室时 刚好看见两人在约会 恩石的第一反应是 钟赫在被江老师骚扰 他气愤地拿起美工刀 扑向老师 但被钟赫拦住 钟赫告诉他 主动的人是自己 就算没有老师 恩石也没有任何机会 恩石一时间气急败坏 失手将钟赫杀死 时候江老师帮他处理了尸体 对好苦工 想要承担下一切 恩石的愤怒 来源于他害怕的事实成了真 在东京告诉他 钟赫并不喜欢女孩的时候 他一开始无法接受 但看到一切时 感觉自己受到了巨大的羞辱 而作为一个善良的老师 江老师一直挽惧钟赫的爱意 他唯一的错误 是用不正确的方式 包容了自己的学生 江老师被学校调离 也和这次的起因一样 都是兴趣向特殊的孩子 主动接近自己 江老师每一次都刻意避开 但却因为自己难以自控地 对钟赫产生了好感 而陷入深深自责 宁愿把一切错误都被上身 因为在他眼里 自己的出生就是错误的开始 郑宇告诉两个学生 自己是个左痞子加自来卷 这不是因为别的 这是一出生就注定了 江老师和钟赫也没有错 只是一出生就是这样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没有权利嘲笑或者憎恨 而是应该去理解和接受 XX和XY 一个X的差别 从出生就确定了 但有些人却要重新决定 赋予自己哪一种存在 他们更加需要勇气和尊重 因为这个X并不是错误的X 只是个不同的X罢了 多美从昏迷中醒来 经过这次的事 她开始想念那个 从来没见过的妈妈 这一答应她 一定会帮她找回妈妈 清晰做好了神秘男子的拼图 但在犯罪者资料库中 并没有找到 因为考虑到此事与财俊相关 她很犹豫 要不要上报 这时财俊打来电话 说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清晰 但在二人赶到约定地点时 清晰发现 财俊在自己的车上 被似昏迷 以上就是神的测验 第四季第七集的内容 更多精彩的案件和主线剧情 会持续更新 请大家在追根的同时 多多关注我的公众号 大雄观影 那里还非常冷清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